所以你可以看到不僅是說整個世界 被美國的這個英國的這個媒體所操作所蒙蔽 甚至於連北約盟國的距離烏克蘭那麼近的那個地方 他們的媒體一樣是被美國英國的媒體帶風向跟著走 美國是想就是故意要挑起俄羅斯出兵烏克蘭 就像美國今天在西太平洋就是故意要挑起 他表面上說沒有 我希望你們是和平解決兩岸的這個爭端 但是實際上他的所作所為是不斷的向中國大陸施壓 導引他用軍事力量來解決台灣問題 美國是四處放火的一個國家 因為只有四處放火 四處都發生戰爭 美國的軍工復合體才能夠有生意可以做 美國的軍工復合體才可以把利益輸送給執政者 在蘇聯解體華沙公約也解散的時候 雷根是不是跟葉爾卿跟戈巴齊夫承諾過 你們解散華沙公約放心好了 我們北約不會東擴一英寸 沒有你的壓力 俄羅斯不可能採取這樣的一個行動 所以我覺得今天這個烏克蘭戰爭爆發之後 他已經整個的改變了歐洲方面的整個的戰略形勢 所以歐洲會亂 那其次這個俄烏戰爭如果不能在短期裡頭結束的話 那整個市局特別因為現在對俄羅斯採取了很多的制裁 經濟方面的制裁 那對於整個世界的經濟衝擊也是非常之大的 各位朋友你好 我是史東 在今天節目中我們再度的為您請到的是張靈生 張老師來和我們談一個您現在一定非常非常關切的問題 那就是有關於烏克蘭的這個戰爭的事情 烏克蘭和俄國之間的戰爭的事情 那麼上一次和張老師談這個事情還是剛剛好 時間上是剛巧是在這個普丁出兵之前 那麼經過了一個禮拜左右 現在開始打已經一個禮拜左右了 我想再請張老師在他的百忙之中抽出一件時間和我們談 那他在七天以來一直到現在對這個事情 他的觀察和他的一些看法 講到這兒我們就把張老師請入我們的畫面之中 張老師還是那句話 謝謝 歡迎 西史東 你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是的 關於這個事情我們從 我想這七天以來你一定觀察了不少事情也不少感想了 總的來說你對這件事情的觀察和感想跟我們談一下好不好 從這個角度開始談 我想這個普丁他的對烏克蘭的這樣的一個政策或者立場是由來已久 就是對普丁來說的話真是俄羅斯的整個的歷史文明都是從基輔這個發展出來的 所以基輔對普丁來說他是有一種原鄉的情節 那麼他對烏克蘭應該是充滿了感情的 你可以從一篇這個文章在去年的七月 普丁寫了一篇有關俄烏的歷史 洋洋灑灑是外言書 講得非常的詳盡 那事實上這段歷史也是非常的錯綜複雜 那另外一個就是他在決定要對烏克蘭採取行動之前 他有一個長達一個小時以上的這樣的一個演說 那麼這個演說裡頭也把他為什麼必須會對烏克蘭採取行動 做了非常詳細的情感上頭的剖析跟厲害上頭的剖析 那麼在這個演講裡頭呢 可以說情真意切就是常常就是淚光閃閃的 所以可以說明就是普丁對烏克蘭是忍了非常非常之久 就是情勢的惡化他一直在忍 那麼現在是到了不能再忍的時候 為什麼呢 因為過去八年從2014年 這個克里米亞事件爆發之後 烏東兩個地區宣稱建立共和國以來 那麼烏克蘭的內戰就打響了 那在烏東的這個內戰裡頭呢 據說這個俄裔的烏東的人民已經被 烏克蘭屠殺了有13000之多 所以呢 普京認為說這個如果不叫做種族絕滅的話 那什麼叫做種族絕滅呢 所以他是迫不得已 就是必須要採取行動 這是一個原因 那另外一個原因呢 就是說起來呢 我們知道從這個蘇聯解體之後 那他的加盟共和國各自都獨立出去了 那麼烏克蘭也獨立 那麼烏克蘭呢 你就這個歷史上來講的話 他其實本身是一個非常彈丸之地 那就是比台灣還要小一點 但是他之所以膨脹到今天 有60萬平方公里的版圖 那我們可以說東邊呢 是俄羅斯就在前蘇聯時代 包括今天的烏東啊 克里米亞啊 這些地方原來都是屬於俄羅斯的 所以惡意呢 占的比例比較大 那都是從蘇聯統治的史時代啊 把他讓給了烏克蘭的 反正是一家人嘛 這個省份大一點 那個省份小一點 沒有什麼關係啊 那麼所以烏東的地方呢 是俄羅斯讓的 那烏西的地方呢 他是在歷史上頭就是不斷的換手的 有時候是隸屬於這個波蘭 有時候是隸屬於立陶宛 他們都是很大的當年才是很大的國家 那二戰之後呢 這片土地收入到這個蘇聯的這個版圖裡頭來 那所以烏西這一部分呢 他就也這個很大一部分的地呢 就給了這個烏克蘭 所以你的整個的烏克蘭 60平方公里的這個國土裡頭 有多少都是蘇聯自己的土地讓給你 或者蘇聯戰勝這個納粹之後 把那邊的土地 把原來屬於波蘭的地方的土地讓給你 所以你才今天有這麼大的一個版圖 可是從二次大戰這個期間裡頭 烏克蘭西部被納粹佔領的時候 烏西有很多人在納粹侵入 而且這個長區植入的時候 他就繳械投降 他繳械投降也就算了 可是呢他就加入了這個納粹 所以今天你要看為什麼 我們很多人都覺得假如說不了解這段歷史 就覺得普丁的訴求很令我們不解 我們能夠了解為什麼你要求烏克蘭中立化 那就是因為你要阻止北越不斷的往東擴 已經是東擴了這個五次了 那現在擴到了這個俄羅斯的家門口 我已經不能忍了 這一點他的訴求我們是懂的 可是另外他的訴求就是說 要去就是烏克蘭要去軍事化 中立化 那麼去軍事化當然就是希望說你不再對俄羅斯造成威脅 你中立化你就不接受北約進入 北約就不能在你的境內部署任何的對俄羅斯產生威脅的這個軍備 這個也是容易懂的 但是另外普京的一個訴求是要求烏克蘭去納粹化 那大家就會覺得說烏克蘭跟納粹有什麼關係 那就是這個歷史上的這一段 從這個納粹進入這個烏西開始起 烏西有相當大部分的人就加入了納粹的那個陣營裡頭去了 那到今天烏克蘭為什麼這麼樣的反惡其中帶頭的就是這個納粹分子 現在納粹分子不僅是在這個烏西有非常大的力量 甚至於他成立了亞素營 亞素營在這個烏東這個地方 沃爾康夫這個地方 那他是非常的殘忍 所以屠殺這個俄羅斯人他是毫不手軟的 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 這個普丁覺得說現在的情勢已經是到了這個最關鍵的時刻 如果我不把態度表明向這個西方要求攤牌 那麼情勢可能對俄羅斯會更加的不利 所以去年12月普京向北約提出了幾項訴求 是白紫黑字的 要北約回答 就是說你要承諾你不在東擴 你要承諾就是說絕對不會把烏克蘭納入到北約裡面來 你要承諾在這個東歐的前沿的烏克蘭國家裡頭 不部署這個對俄羅斯產生極大威脅的這個軍備 總之北約你退回到1997年那個時候 當然這個價碼是開得很高 反正就是給你留出一定的這個討價還價的空間了 其實我個人認為普京他不一定真的堅持要 北約退回到1997年那個時候的疆界上去 因為那是不可能的 他已經東擴的部分 他不可能再退回去 他大不了就是不再繼續東擴 這個是普京的一個底線 但是等到今年1月份 北約是全盤把這個 就是美國帶頭的北約是全盤把這個要求給否決掉 那麼烏克蘭情勢越來越惡化 所以普京就不得不要有所因應 那第一個因應就是我們比較能夠理解的 就是他對烏東兩個共和國所採取的做法 當然你說比較能理解其實還是有點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 那他就是乾脆直接了當的承認了烏東兩個共和國的獨立 那這兩個共和國在2014年就已經宣布獨立了的 所以它的存在已經有八年之久 只是國際上都沒有人承認它 那現在我俄羅斯承認這烏東兩個共和國的獨立 不違反國際公法的規定 那但是緊接著承認了這個兩個共和國之後 跟他們締結防衛同盟的條約 然後俄軍以協助這個維和的這個名義出兵到烏東 其實出兵到烏東就是幫助烏東的這個軍隊 來對抗烏克蘭的政府軍 來阻止他們繼續屠殺這個東烏的俄羅斯藝人 這個舉措呢 老實講是沒有被這個國際社會料到的 它很斷然 所以這個川普會拍案叫好 說哎呀這普丁真是天才 怎麼想到這樣的一手操作 當然他還是會譴責這個普丁這種做法是不對的 但是我們大部分的人都認為到這裡大概就是普丁的這個政策的全貌 對烏克蘭的這種方案大概就到這為止了 那普丁在2月21號採取了我剛才說的那些作為 隔了4天就是到2月24號 出乎所有人的預料之外 普丁發起了對烏克蘭的全面的攻擊 那麼從這個北邊往這個基輔方向 在這個東南邊 從歐爾科夫這個方面 然後從南邊呢 從克里米亞往北 那這個是大家完全沒有料到的 那麼我想它有這樣的一個佈局 就是想烏克蘭這個問題 因為 那麼至今較為足以至改為 是可以抬起 但是我們當然要抬起 我們不在吧 我們在這裏裡還好 我們致 devotees 這裡叫你 想烏克蘭的 那裡 旦爬 不是 其實 我們 我們 很後來 我們 我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